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那一天我離開家鄉 我小學三年級吧 就已經上那個我們大連市的一個少年功 少年功就開始學習聲樂 開始接受的這個專業的系統的訓練了已經 其實就是一個愛好 當時就覺得哎呀學聲樂我是特別特別喜歡 而且在音樂裡邊吧我還挺靈的 就是當時聽上一首歌基本上兩三遍就已經全都會了 覺得好像還有一定的天賦 但是沒有想把這個就是當做一個職業 因為家裡面也沒有人搞這個 初中三年就等於扔掉了這一塊 這一塊然後之後我就考到了我們大連市的一個重點高中 全是就是文化課考上去的 然後後來覺得不行還是喜歡音樂 就想唱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哎呦不行不唱歌不行 天天然後聽著那個那個時候還流行那個磁帶嘛 然後卡帶 然後天天晚上回寝室就得聽歌 不聽歌就睡不著覺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小的時候少年功的 他是在那個中國音樂學院附中 偶然的一個機會跟他聊天 他說哎你要不然你就來中國音樂學院吧 他說哎北京這邊肯定是氛圍要好一些 我說我能考上嗎 他說你試試呗 就這樣我然後我又再次找到找到了我這個大連市青少年功的這個老師 然後我就跟著我這個老師就是少年功的這個老師 我就來到了這個北京 來北京 然後首先先是跟那個附中的老師讓他給我聽了一聽 大概兩個星期我要我要從大連坐著火車 然後來到北京 星期六來北京 星期天上課 星期天晚上再坐火車 然後再回到大連 就每兩個星期就這一年就這麼過來的 就基本上而且我這個 因為加強條件的原因 然後我就不能坐過鋪啊 那個小的時候那個大概是16歲的時候 然後就自己坐了一個小馬渣 有的時候買不著票 無坐 那就坐個小馬渣 然後坐大概11個小時的火車來北京 然後住的地下室 50塊錢一天那個時候 然後就上課 就為了上一堂課 為了上一堂45分鐘的專業課 我就是想考學 就是想考中國音樂學院 就沒有別的那個想法 就是想考 後來然後就 這個老師給我介紹到王世奎老師的學習聲樂 然後後來就是 非常非常的幸運能遇到王老師 我是跟王老師學了三個月的時間 專業 然後就直接就考上了 考上了 考了第三名 文化科考了第一 中國音樂學院給了我特別大的一個 就是等於全方位的一個改善吧 因為平時以前吧 沒有接觸的 沒有接觸過這個正規的這個訓練 包括表演啊 舞台上的表演啊 著裝啊 還有聲音怎麼樣去運用啊 情感去怎麼去發揮出來 然後就是整個綜合素質吧 我覺得成長了很多 民族唱法呢 其實剛開始呢 大家所知道的民歌 民族唱法就是根據民歌 小調 民歌小調 它是遠遠流長的 它是從就是民間 民間呢 大家都知道民間 原生態啊 藝人啊 這些東西很傳統的一些 這個地域上面的一些東西 然後發展起來的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從老一輩 大家從民間裡邊 一點點一點點的發掘出來的 所以說它這個傳唱面是很廣的 時間是很長的 民歌呢 講究的是自正腔圓 民歌因為是中國的東西 它的所有的音的變化 趨勢是跟你中國漢字有關的 怎麼說話怎麼去唱 咬文嚼字 而且把每一個字說到的很清楚 大家都說吧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這個東西是根呢 是咱們民族的根 絕對是不可能丟掉的 這也是我們全世界人民 就是認識中國 全世界人認識中國的一個渠道 通過什麼通過音樂 音樂是無國界的 那我們與他們交流 就是以我們自己國家現有的東西 自己國家民族的東西 去跟外國人可以去交流的 我比較喜歡我的一首鼓曲 叫《關居》 是《選字詩經》裡面的 趙季平先生做曲 《關關居酒在河之中夭條》 奉你請字欲善 奉悄 請字欲善 請字欲善 呈慈欲善 这个作品 首先呢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作品 因为它这个曲子 很容易抓住人 让人很能安静下来的 听这个作品 鼓曲就是有一种这个魅力 当你站在舞台上 你很少能够觉得 鼓曲是闹的 其实越静的东西 越安静的东西 越慢的东西 它是越难唱的 这就是考验你的功底 考验你的这个内心世界 考验你这个舞台的 驾驭能力的最高的一个层次 民族声乐演员来讲 首先你声音必须得好听 你声音必须得亲和 唱歌要很动情 要很 要与这个歌曲 要融为一体 而生情并茂的 去唱去演唱这个作品 第三点呢 我就我觉得吧 就应该是舞台的表现力 我是一个表演欲望特别强的人 站在舞台上 我不会这么 就这样站着去唱歌 就死钉在这个台上 就这么唱 其实我是很有表演欲望的 我整个这个舞台 我都想给它利用到 我的中国梦是能够演唱出更好的 有意义的民族歌曲 将民族音乐呢 发扬光大 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民族音乐 走进民族音乐 热爱民族音乐 因为民族的 就是世界的 我的爱情 小杯美酒 一杯美酒 心上人 请你拨堂 几个别手 天生上云 羞翼之灰 盘旋不悔过身体 情人温柔着我 不愿离走 情人大 你的花容 月梦时刻 心中我 我再为你承受 爱哭 请接受